Hi 5th graders 5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今天要来复习Unit 3 等一下复习完 我有线上小考 所以小朋友要认真听 来 先来看这个小白板 这些单字Unit 3的 还记得吗 看一遍 自己想一遍 好 来 一个一个来 OK This one 黑板上有些数字惩罚 这是什么 课 Math Math TH 无声的 OK Next one Art 你单字应该都背起来咯 我们Unit 3 在早之前就教过了 都怕你们忘了 OK Next one 最喜欢的 你们最喜欢的科目 PE 好 好 那为什么这个两个字母要大写 因为之前老师说过 就是因为他原本的单字很长 Physical Education 这么长 那后来的人呢 把它说成两个字母PE 很好记忆 那你要记得是两个大写的 字母 OK Next one 国语 Chines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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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段 第二段 Nees 那小朋友很容易错 就是E SE 还是什么SES 这边你要特别记住 Nees Nees Nee 你听到E的音嘛 那所以说E先 好吧 那这个后面那个E不发音嘛 Nees Chinese Nees OK Next one 嗯 我故意把这个跟这个放在一起 好 小朋友有时候都会把这两个想错 想说 哎呀 有这个好像那个收音这个录音机播放 那就是是不是听音乐啊 没有 这个是呢 我们听英语CD 对不对很重要 老师一直 希望你们呢 天天都要听英语CD 好 来 English 好 分两段 Eng English SH English English 好 那这两个科目为什么它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为什么 我讲过 因为它跟那个什么国家名称有关系嘛 好 这个 Chinese 中文嘛 就是我们这边 这个中华民族会讲的语言 对不对 那这个English 英国嘛 所以是跟这个国家名称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专有名词 所以第一个字母大写 OK 那这个勒 有音符 Music 好 分两段 MU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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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ext one 后面这两个就稍微比较难了哈 这个 这个 我们说的自然课 然后在国外他们就是什么科学课 Science 这比较难 好 S跟C S I Sai 这个好难哦 特别背一下 N 轻轻的N Sai N 那字尾CE很多都是S 这个比较没问题 Sai Sai N S 分三段背 好 你可以一边念一边写这个单字 Sai N S 好 前面这里稍微比较难 因为是SC 只发一个S alright 好 那最后一个字也是稍微比较难 这个分三段 那这个分 四段 这个分四段 而且呢 它是两个单字所组成的词 对不对 Sau Sau 一段 Sau 第二段 Sau Sau 这是一个字 老师说社会的 Sau 这个跟student 前边的stu是一样的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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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研究 就社会课嘛 Social Studies 记到加S Social Studies Social Studies Social Studies 好 有点难 但是还是要记起来 Alright 好 接下来 是句子 来 请看这个白板 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What does he mean? I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I have 我有嘛 English class 这个英语课 好 我说这两个字一起看 就是说 他们两个不要分开 OK On Monday 两个字一起看 他们两个不要分开 有时候你 这个 对于这个 英语句子的了解 就是有一些字是要在一起 你不要给它分开 这样子就不会 遗漏 OK 我 星期一有英语课 是这样说 没错吧 可是这好像不是 课本的重要剧情 对不对 课本的重要剧情 都是那种一问一答 那请问啊 我要怎么 这个改成 这个 课本的一个问句 你星期一有英语课吗 好 我来问你哦 好 问你哦 那要怎么改呢 然后呢 那你拿掉 好 我刚说了哈 怎么改 本来是这样嘛 I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那我改成 问你哦 Do you Do you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然后呢 刚刚的句号变问号 这就是课本的重要句型 你星期一有英语课吗 好 然后怎么回答 我把音调提高的问句 Do you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音调提高的问句 回答句都是什么 yes 或者是no 对不对 就这两种 好 然后呢 都好 如果是yes呢 yes 问你哦 yes I Do Do在哪里 好 是不是这样 问 Do you 问你呀 好 回答是I 我 yes I do No I Don't Right 看到吗 Don't 好 这就是 这一课的 Unit 3的重要句型 之一 之一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除了问你 还可以问怎样 问别人 he 或者是she 对不对 he或者是she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改成 问he 或者是she 要换哪个地方呢 换哪些字呢 好 来 该声 本来是do you嘛 变成 does he 男生的他 男生的他 跟女生的他 好 其他没有变耶 Does he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Does she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好 是不是问这样 好 那回答呢 如果是问he 就是回答he 对不对 如果是问she 就是回答she 所以 这个老师因为小白板太小 放不下去 假如说 does she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yes she do ma oh does 问 does 回答 对吧 好 我故意就是放这个错了 看你 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啊 yes he yes does all right 那如果是问 Does he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he 回答如果是no no he he don't ma 不是 he doesn't doesn't alright 好所以呢 我改成he或者she she呢 就是改这里 对不对 变成do变成does 然后he she 然后呢 回答是she does 或是he doesn't 对吧 其他都一样哦 我都没有变 ok 好但是老师有说过 如果呢是no 如果是no no he doesn't 那你要讲正确答案 对不对 那你知道怎么讲正确的 你到底on monday 有什么课呢 那要怎么说 好 来 你看哦 如果是no啊 does he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no he doesn't 不是 那要讲正确答案 he has art class 假如是art class he has art class on monday 好那如果是问she does she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no she doesn't she has art class on monday 好要注意哪一个 or has 哎哟 因为呢he跟she的动词啊 这个has是有嘛 动词啊都会有变化 那他原本的动词是have 变成了has 并不是have加s哦 并不是说我们一般那个动词 然后就加s 不是 他这个是这个整个字的变化 这是has 这个是小朋友比较容易错的 我等一下线上小考会故意考这个哦 你要记得哈 因为他没有这个does了 所以他没有帮助 没有do跟does来帮助他这个动词呢 就不用变化 不行啊 他这个句子没有do跟does 这个句子没有do跟does出现 所以你这个动词he跟shu的动词要注意 要加s啦es或是像这样子整个变化 all right 这样记起来没 嗯 大家加油